香港著名導演、武術指導兼監製袁恢 證實兩年前感染新冠離世 成龍12號在社交平台發長文慶祝袁家班 成立65周年時 公開袁恢離世消息 文中提及到這次聚會 我們一起懷免以離世的袁恢 及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證實消息 指袁恢兩年前因為感染新冠離世 由於家人不想張揚 所以未有公開消息 更透露袁恢近年已移居加拿大生活 袁恢是七小福成員之一 和紅金寶、成龍、袁彪、奮屬師兄弟 同樣都是中國戲劇學院學生 詩成經劇大師于占元 大家一起成長 在幕前幕後關係都情同家人 袁恢早在70年代做龍虎舞師 其後亦曾經擔任監製、導演、動作指導等 亦身兼演員之位 在與劉振偉合渡及監製的電影 《新精武門1991》和《島性中》均有出場 賭勝亦成為當年票房賣座冠軍 除此之外 袁恢更加一首提拔多位著名動作演員 包括飛星國際的楊子瓊和李連傑 袁恢和李連傑合作過多部賣座電影 被一志工認為最佳拍檔 當中袁恢更加憑方世玉 榮獲第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動作指導獎 戲中令觀眾最深刻的一句對白 就是安全第一 至1998年 袁夫應李連傑的邀請 闖荷里活發展 在早年 袁夫又漸漸將事業重心 轉回華語影壇 為赤壁、新少林子等電影 擔任動作指導